你最好 李总 陆总 我们那个顾厨师来了 把顾厨师请过来 是想跟你探讨一下 会了一顿牛排的做法 我有点好奇 你为什么会把 酥皮跟牛肉之间的小鹤菇 换成香菇呢 因为好吃啊 我尝了一口 味道还算特别 但是特别不代表合适 你用本地产的香菇 和澳洲进口的菲利 放在一起 它配吗 配不配我不知道 我就觉得好吃就行 好不好吃呢 只是主观一段 合不合适是有客观标准 至于客观标准 也不是我一个人 一句话说了算的 是经过无数的尝试 无数变调整 无数人的品鉴 最终得到全世界广泛认可 而统一推行的 比如说欧马斯鱼子酱 跟霞多利香菱 就是天生一对 你如果用鱼子酱 走二锅头 你觉得它配吗 我理解 你想要创新 每一个厨师 都想要有自己的创意菜 但是创意 不代表你就可以胡来 你可以追求创新 但是你必须要选用 跟酒店标准相匹配的 进口食材 这么简单的道理 你们学校没教过吗 都忘了问了 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那个李总 那个 其实我们顾厨师啊 学历还是很好的 她是蓝带的 我也在法国蓝带 学习过一段时间 咱俩还是校友 你是哪一届的 李曼 可以了 我跟姐姐你不是校友 我也没去过巴黎 我就是上海校区的 其他的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老是教过我 食材新鲜最为重要 本地香菇就是比小鹤菇 嫩